至少11人死亡 约1000人患病 当地时间5月7号上午 韩起ILG化学位于印度东南部 维莎卡帕特南市的一家工厂 发生有毒气体泄露事故 上千人被送医救治 据美联社报道 疫情封锁期间 该工厂厂房已关闭 事发时合成化学物质本乙烯从厂房泄露 本乙烯是核物质 本乙烯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不溶于水 熟于乙醇乙泥中 它是一种可燃物 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混合物 由于化学性质活泼 本乙烯一般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远离火肿 热源 库温不宜超过25摄氏度 本乙烯不仅对环境有严重危害 还对人的眼和上呼吸道黏膜 有刺激和麻醉作用 高浓度时会让人眼痛 咽痛 咳嗽等 脊植 头晕 恶心 呕吐 全身乏力 严重者会有眩阴 不抬盘山的状况 举悉 维莎卡帕特南市 河州边地区大约有500万人居住 事发后 当地政府要求 厂房附近民众待在家中 不要出门 并佩戴口罩或拿试衣物 掩住口鼻 以免吸入有毒气体 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